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我是林宇 1154集 林宇不由惊诧地张了张嘴 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速度和爆发力能够跟自己媲美的人 她背后不由蹭地出了一层冷汗 心中默地有了一种危机感 果然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 看来这世界上她所不知道的事物和高人还是太多 没想到这个一直隐藏实力的米国特勤处人员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 韩冰看的也是心头大惊无比的疑惑 他怎么感觉就跟换了个人一样 不可能啊 主席台上的众人都是聚着低头议论起来 似乎也差异于这个杰米森突然爆发出的超强能力 我先前问过你 米国特勤处的人研发了一种能够激发人体潜能的药来着 对吧 会不会是这种基因药物将它的集体潜能激发出来呢 林宇猪着眉头冲寒冰问道 看来他先前听到的传闻是真的了 米国真的研发出了这种药 而且让林宇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药竟然还这么厉害 其实这次交流会对于药物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因为凡是参赛的选手都是实力变态的存在 体质几乎异于常人 对他们而言 注射什么兴奋剂啊 所起到的作用那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 很显然 米国军情处研制出的这种基因药物非常强大 韩冰咽了口唾玛 看了一眼 擂台上被杰米森压制的狼狈的索罗格 也不由惊恐到 这 这要是真是靠药物提高到了这种级别 谁还能战胜他们呀 在比赛开始之前 甚至是交流会开始之前 所有人都没将米国特勤处当作争贯的热门 觉得他们充其量也就冲进前四 对于一个成立没有几年的部门而言 已经进步够快的了 但是谁也没想到 这个杰米森竟然强到了一种近乎变态的程度 要不是索罗格的能力超群 而且意志坚定 勉强能够支撑得住 换作别人 可能早就被打下擂台了 不过就在众人惊诧于杰米森超强伸手的同时 林宇突然敏锐地发现 杰米森的爆发力和速度 似乎突然降下来了 杰米森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用尽力加快自己的攻击 但是身子仍然宛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不受控制地缓缓失去了那股近乎变态的战斗力 索罗格见到杰米森攻势缓和下来 立马变手为攻 身子一个剑步冲上去 硬挨了杰米森几拳 同时也趁机狠狠地打了他几拳 不过不同的是 杰米森的拳头砸在索罗格身上 索罗格不以为意 但是索罗格的拳头砸在了杰米森身上 杰米森十分痛苦地咬咬牙往后退了几步 寒冰见状 长出口气说道 这才是杰米森的真实实力 刚才看起来太吓人了 就跟着了魔似的 林宇眯眯眼睛 看来米国这基因药物虽然效果强大 但是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 他能够看待出 杰米森之所以失去了强大的爆发力和极快的速度 是因为药效过了 应该是 寒冰点了点头 见此时 场上的索罗格重新占据了主动 提着的心这才放下来 刚才看他那么厉害 原来也不过是纸老虎而已 林宇神色没有任何的缓和 他紧促着眉头趁声说道 这是因为现在的药物药效短 要是药物的药效能够持续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呢 你还觉得他们是纸老虎吗 寒冰文言心头咯噔一下 转头望向林宇 眼中迅速闪过了一丝恐惧 对啊 刚才这杰米森的战斗力 不过持续了数分钟 就将索罗格逼成了内亚 要是再长一些 岂不是会获胜 要知道 特勤处才成立短短几年啊 如果假以十日 他们把这种基因药物 制造得再完美一些 到那个时候 特勤处尽是杰米森这样的人物 试问一下 能与他们抗衡的人还有几个 林宇面色严肃地说道 作为一名医生 他自然能够预测得到 这种基因药物 完善之后所带来的影响 寒冰则是咕噔一下 咽了口痛 想了想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 心中惊慌不已 是啊 到时候 米国特勤处的人 全都跟刚才的杰米森一样 伸手恐怖 那谁还能与他们为敌 佳蓉 你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他越想越后怕 语气慌乱地冲林宇问道 微雨绸缪 林宇转过头来 望了寒冰一眼 满是深意地说着 接着他再没多说什么 转过头望向擂台 杰米森在经过刚才短暂的爆发期之后 伸手就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 虽然仍旧十分强悍 但却不再是索罗格的对手 被索罗格击打得连连后退 脸上也已经布满了鲜血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显然体力有些不支 不过 他还是大叫着朝着索罗格扑过去 此时索罗格面色一寒 找准了时机一把抓住了杰米森手腕 身子猛地一转 后背一靠 直接顶在了杰米森的胸前 用力地一拽杰米森的胳膊一个背摔 将他狠狠地摔在地上 与此同时索罗格并没有松开杰米森的胳膊 反而用力地一转 右脚狠狠地一脚踏在杰米森的肩膀之上 杰米森顿时哀嚎一句 整个肩膀已经诡异地凹陷了进去一块 索罗格松开了他的胳膊之后 他胳膊也软绵绵地砸在地上 他身子一转 做事要拉起杰米森的一条腿 准备再废掉他的腿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杰米森没有丝毫地挣扎 突然眼睛一闭 头一歪 昏了过去 台下裁判见状急忙制止住了索罗格 索罗格咬牙怒吼一声 十分不解气地垂了一拳在旁边的角柱上 随后 医护人员急忙将杰米森台下擂台 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的间隙 躺在担架上的吉米森偷偷地睁开眼睛 随后又迅速闭上 轻轻地呼了口气 伴随着主席台上的掌声和索罗格的欢呼声 为十多天的交流会也终于决出了最后两枪 接下来便是万众瞩目的总决赛了 索罗格十分霸气地朝着古川河野方向指了指 接着面子很利用力地握握拳头 小荣 你说总决赛谁会赢 寒冰沉声说道 我希望是古川 不过他们两个人不管谁赢 两个人都无法劝伤而退 林宇淡淡说道 他知道古川河野碰上索罗格 那就是疯狗碰上疯狗 两个人绝对会咬得两败俱伤 现在我们担心的不应该是他们 而是米国特勤处 林宇转头望向寒冰 你在米国特勤处有没有熟识的人 你要做什么 寒冰眨了眨眼睛 有一些疑惑地冲林宇问道 该不会是打他们那种基因药物的主意吧 不错 林宇郑重地点点头 要是能够倒腾出来几只 让我看看就再好不过了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